新冠肺炎疫情 国内新增了551例的本土确诊 这当中是以新北市的162例最多 其次是台北市的115例 指挥官陈总就表示了 包含了北北基桃是属于高风险区域 中北的布林感染源比较多 疫情阶段的疫情发展趋势来看的话 月底有可能会出现单日新增千例确诊数 各地的环保局人员在大街上来回不停的消毒 每个角落都不敢大意 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确诊者的足迹 国内12号在新增551例新冠本土确定病例 分布在17个县市 其中又以新北市162例最多 再来是台北市有115例 高雄61例 桃源53例 基隆则有37例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以现阶段疫情发展趋势来看 4月底单日新增千例确诊数 是有可能发生的 陈时中表示目前包括北北击桃市属于高风险区域 双北的不明感染源较多 日前基隆的筛检效果不错 发了快二十万试剂 筛出四十四人阳性 经由PCR筛检 揪出三十八人有助社区防疫 目前已与其他高风险的三线市联系 只要地方政府来申请 一批会提供二十万快筛试剂 就在本土疫情持续延盛的同时 主要中心鼓励民众下载社交距离APP 民众只要开启蓝牙的功能 就能收到确诊者接触提醒 也可取代食联制 并建议市场 餐厅绕进演唱会 也就是多人进入或是无法戴口罩 又会待上一阵子的场域优先使用 台湾社交距离APP不需要登记 不需要注册 也不会启动GPS 也不会收集个人的资料 也不会自动上传 台湾社交距离APP到目前为止 累计六百八十九万次下载 指揮中心的目标为一千三百万人次 占总人口的六成 十五到六十四岁族群的八成 但若无法安装者 仍可以沿用食联制 借着为吴家宝 林静伦温家贷 综合报道